台灣人在新加坡的藝術創作 還有她 用大膽的色彩 卻又簡約的方式 蔡俊亮的創作 在衝突中展現独特的個人風格 像是這塊地毯圖案 她的靈感是來自於北極冰海 地毯能夠溫暖人的環境 所以用冰海跟地毯加在一起 有強烈的衝突跟意境 所以我就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喜歡與眾不同 蔡俊亮身上穿的衣服 也都是自己的設計 因為先生喜歡喝咖啡 也讓她有了創作靈感 台灣有人開發 用咖啡 recycle 對咖啡渣 回收 產生的布料 那我就想說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結合 就是因為新加坡的國際化 提供了多元舞台 讓台灣人的藝術創作 在這裡也能夠發揚廣大 DVB 新闻蔡米薰婆光位 在新加坡採訪報導